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像娇生惯养的大小姐 估计就算真的考的话也能考进来 不过对于这个连长 奈兰宁还是有些兴趣的 因为她叫皇甫玉 毕竟在整个Z国 姓皇甫的人就不多 也就是说 这个皇甫玉说不定和皇甫言还能扯上什么关系 此刻的奈兰宁对于皇甫言只是单纯的佩服和敬仰 另外还有一点好奇 她是真的很好奇拥有这样能力 却有这么神秘的男人 到底长什么样 传说长得比蓝灵王还要俊美呢 不过传闻中部队飞报队队长 肖勇善战 智谋过人 但是因为长相太过于清朗俊逸 所以效仿蓝灵王 逢出现碧不露正脸 神秘莫测 鲜少有人见过她的真实长相 你和我的清晨时光 简介 全程一对一爽文 作者的文笔也是我喜欢的 自然 不造作 这本小说的男主简直就是极世间完美于一身 庸上天宠爱于一世的非人类 这样的男主现实中是绝对不会存在的 她几乎没什么缺点 有时候有点小吃醋 这更满足了女主的虚荣心 她无师自通是个鬼才 从战场转战商场 无往而不胜 她杀伐决断 运筹帷幄 深谋远虑 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看起来她就像上帝 无论对方做什么都在她算计之中 看透了人性 聪明地过头 但是对女主她说 她不会把算计用在她身上 即使她伤害了她 也甘之如疑 并且男女主都是对方的初恋 女主对男主还有些许的仰慕和崇拜 女主没男主那么逆天 但和男主身心相通 情投一合 在职场上也是从会过人 结果不让须眉 还有一个和男主一样出色的哥哥 报告君少 你家妖妻又飞生了 简介 整本小说作者的文笔清新 自然 流畅 男主霍思雨是个自持力很强大的男人 时间一到 不管昨晚出现什么情况 都可以做到准时起床 她睁开眼睛 敏锐地发现床上不仅仅是她一个人 她眸子瞬间阴沉下来 转过头 当看到躺在她壁弯处那个熟悉女孩敬礼白皙的面孔时 她的脸瞬间将愣下来 脑袋嗡的一声 心里紧绷的弦断了 别管这丫头是为什么接近她 但是她和她一张床上睡过这是铁打的事实 虽然这样的故事过于完美 显得不真实也太理想化 可这样的人生多么令人向往啊 这是一部充满正能量的小说 让人心中充满美好和深深的感动 男主会带兵 更会宠妻 君少八宠二婚妻 简介 她是京城江家的大小姐 其貌不扬 品行不端 也是纽约国际医学的特聘中医 束手牵钱 定夺生死 她是机关大院的太子爷 冷面铁血 沙发果断 也是曾毁婚于她的主马为婚夫 不沾酒色 不屑红颜 三年前 她曾亲自出任了西欧雇佣兵团的一次特技任务 也是出任务以来出问题最严重的一次 并不是身伤那点枪伤有多严重 主要是 因为被一个女人纠缠了一夜 她挑了挑眉 看着眼前这男人衣服被戴了绿帽子的模样 觉得略好笑 我已经说了那不过是个意外 如果你非要为自己凭空捞一个绿帽子来戴 我也无能为力 第一重婚 君爷的头号西七 简介 姐姐为了挖倒她的墙角 为她精心设计了一场奸情 叶洛涵看着那仓皇而逃的背影 愣住一双修长的黑眸 她才发现 她穿着她的睡衣 刚包住她俏丽的臀部 一双修长洁白的腿就露在她的眼底 那么性感 夏桥走得有些别扭 几乎是挪到床边的 洁白的小脸上和羞涩的眼眸中都带着一丝不好意思 夏桥抱住身边俊逸的男人 将错就错 他是我的男人 男人名谋挑起 怕连累我就和我结婚吧 我们有男同当 今天的浪漫情深的君婚言行小说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了 是不是每一本都比盛世君婚更了人呢? 故事中的男主会逮兵 更会宠妻 希望各位小仙女们喜欢哦! 看完就快快收藏起来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